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第二个圆桌讨论 我们这一次大会的 近年未来脱炭之路的第二个圆桌讨论 马上就要开始了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 我们现在所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 有的时候是被人们所忽视的 这样的一些挑战 尤其是在某一些行业中被人们所忽视 那就是 大家现在都认为 这个在去做近零的过程中 然后一些技术设施建设和一些技术路径 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其实对于材料科学 尤其是一些关键的金属材料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那考虑到这些材料 对于我们的环境跟社会来说 会产生特殊的效益 有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 我们的一些目标的实现 有时候甚至会带来一些影响 所以这个讨论就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这个讨论的主题是材料 低碳科技的困境 我的名字呢 叫做Louis Collins 那我是Winer's Cell Prize的主编 我今天也非常开心的来主持这一次讨论 那我们邀请了非常了不起的一组讨论组的成员 那我们现在首先呢 就是主制演讲者的演讲人 那她是Elsa Oliverty教授 她是麻省理工学院材料科学 一工程系的发展教授 那与此同时呢 她也是麻省理工气候与可持续发展联盟的联合主任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有Damea Drogo教授 那她是来自悉尼科技大学 可持续未来研究所的副主任 那我们还请到了Doc McFarlane教授 她呢是莫纳士大学化学学院的特聘教授 那与此同时呢 她也是澳大利亚电子材料科学卓越中心的能源主题负责人 那我们还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崔毅教授 她是西坦福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的教授 那我们还邀请到了Elisa Kendall教授 她呢是加州大学 在威斯分校土木与环境工程系的教授 那我们接下来要去邀请到的呢 就是Elsa Olivetti的教授 那她会给大家呢通过一个主持演讲 来去介绍一下她最近的一些研究工作 我想在此之后 我们也会展开非常有趣的讨论 如果各位听众 想要提出自己的问题的话呢 也不要犹豫 大家可以把这个问题发在聊天空中 如果说我们有时间 可以帮助大家答一解问 如果带有任何问题的话呢 请抓紧时间在前一个半小时呢 提出这些问题 所以我做的介绍呢就这些了 这样的话呢我们邀请Elsa Olivetti教授 她呢可以呢把自己的摄像头打开 其他的这个讨论组的成员可以暂时先挂上一个摄像头了 非常感谢 我也非常荣幸的能够来到这里 跟大家来去进行分享 我的屏幕大家可以看到吧 好 我呢首先呢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 也非常感谢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能够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一些研究 还会有一些想法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坛 有一些非常高层次的讨论 所以呢我也希望跟大家在这边去分享一下 我的看法就是材料低碳科技的困境 那首先呢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困境 那我们首先的困境呢就是我们的未来呢是低碳的 但是呢这样的低碳的未来 对于我们很多的金属矿木质来说 其实它们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材料 那我们现在的这些低碳的转型 其实是非常依赖于这些关键材料的 而这些关键的材料 其实在这个转型过程中 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们也知道这些低碳的未来 就是由于有清洁的技术 而这些清洁的技术呢 它其实是需要的一些这个矿物的材料 来帮助我们去完成这种能源的转换 那我们现在知道气候的变化 其实已经是非常紧迫的 我们需要呢去满足这个目标的要求 去使用到更多的技术 去使用到更多的材料 去减少这些能源的排放 而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这样的一种紧张 然后或者是说出现了这样 一种需要我们去进行权衡的方式 就是需要找到一种解决方法 就是材料的解决方法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也是希望呢 能够进一步的去帮助大家 去了解材料方面的一些复杂性 然后以及我们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在这边想给大家介绍的内容 主要呢就是我们要如何呢 去管理这种复杂性 所以今天在接下来的演讲中 我希望呢能够给大家列举出一些问题 然后呢一些困境 然后我们再在讨论的环节中去确定更多的细节 首先呢我们也知道电器本身 电器化本身在之前的一个环节中呢 大家已经说到了非常多的一些相关的内容了 比如说低碳啊脱碳等等 同时呢与此同时呢就是这些电器化 其实他们呢并没有说到一些技术方面的细节 而我们这样的一个环节 我们可能说到的更多的是技术的细节 当我们说到供给侧的时候 我们又说到比如说发电呀等等 然后呢比如说新能源的气球等等 说到这些技术 我们都需要呢去感受到 比如说电网的拓张 然后呢以及电网的连结 都需要呢去进一步的去发展 这样才可以更好的去满足能源的需求 而在这个需求方面呢 当我们说到比如说电器化呀 然后呢这个工业跟这个居住的用电呀等等 然后呢这些呢 可能呢跟我们之前 跟我们之后的很多讨论是相关的 所以当我们把这些供给 然后呢以及需求呢放在这样的一个大土中 我们可以呢也去知道啊 这个2020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建立起更好的电网 这样呢也可以将这个制暖 然后呢供暖 然后呢以及用电去更好的进行分配 我们也希望用更多的技术帮助我们去满足2030年的储能需求 那比如说无论呢是在电网上 然后呢还是这个探补桌跟探存储 我们都可以更好的去用到这些能源 而在2040年我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就是希望给它更好的去进行管理 所以这基本上呢就是我这和我们的这个材料使用和材料管理的远景呢 是相关的那我们也是呢希望能够去更好的去服务于这个拖探化的过程 那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了这个大框架来去看一下不同的技术 然后呢以及不同的这些材料都是什么 然后这些材料是如何去进行运用的 那在这个需求方面呢又有一些这个复杂性 首先呢希望来去简单的总结一下 这些呢都是一些不同的技术 以及它们所需要的不同的一些材料 然后大家看到一些不同的颜色啊 如果说现在有一些这个供应上的挑战 然后呢就是我们会讨论更多的细节 红色呢就是需求量比较大的 而蓝色是需求量比较小的 另外在这边呢其实你已经看到了一些不同的这些材料 它们的这个分布 其实大部分的这些材料呢在很多的技术中都是非常紧要的 为什么我要这样列出来呢 这是因为呢在我们转型的过程中 我们确实呢也越到遇到了一些低碳的材料的困境 是什么意思呢 那其实这边呢有一些不同的表格啊 就是对它的解读 那当我们去进行对比 比如说呢去对比交通运收复的需求 然后呢以及我们的这个能源生产行业的这个供给的时候 那你会发现呢就是能源供给行业层面 它们使用到了更多的一些低碳的技术 这边呢是来自于IEA的数字 在这边我们可以呢去比较一下 比如说呢传统的这个车辆 然后很有可能呢基本上它用到的这个材料呢并不是非常多 那但是呢如果是电车的话 电车它用到的材料会更加的多 而且呢对材料的需求量也更大 那当我们说到这些可再生能源 在这个能源行业的应用的时候 比如说呢在这个太阳能啊 然后呢比如说呢在这个风能的这个运用的时候 如果去对比这个天然气跟煤的使用的话 你会发现呢也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对材料的这个需求呢更加的多样化 而且对材料的需求量也更大 这是一种呢去组织 去了解这些不同材料的这个困境的方法 那我们还可以用另外一种角度 去进一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材料困境 那我们也看到啊 在这些不同的技术中 分技术去看这些材料的需求 这也是来自于IEA的一张图表 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不同的这个技术 它们对于不同的材料的需求 我们列出了10年到204年的需求表格 2040年呢是一些预测 这是两种不同的 两种不同的场景 那一种呢就是这个可持续政策场景 另外是可持续发展波的场景 也是根据IEA所列出的 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的是整体的这个比重 你会发现呢 非常多的一些不同的这个材料 比如说鲤 然后呢比如说骨 比如说镍 然后还有铜等等 它们的这个占比呢都是越来越高的 而考虑到这些不同的技术 考虑到不同的这个能源转化 那你会发现呢 这些不同的这个元素 然后呢这些不同的金属 那其实呢也是增长了很快的 比如说鲤链这个材料呢 它到2040年将会增长15到40倍左右 所以在这边我们呢不仅仅说到了 它的这个增长的量是很大的 而且对于我们未来的增长的速度 也是非常大非常快的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些相关的背景信息 那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理解 我们所说的这些材料的困境 然后呢尤其是呢 我们所说的这些材料的需求 它会随着能源转型的步伐 变得越来越加的这个紧张 但是呢与此同时 我们也需要呢去思考一下这些能源 然后这些不同的材料的储存 我们也知道呢 在未来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更加长期的材料的储存的需求 那这是来自于国际ARAME的这样的一个图标 它其实呢给我们展示的信息是差不多的 那这边的重点呢是在于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未来其实是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的 那根据这些不同的场景 我们也要去规划不同的材料 这个对我们来讲呢 就是未来其实是很难预测的 比如说呢 如果呢你去考虑到这个IEA的 EMAP的这个场景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深蓝色的 如果说呢我们是考虑到了IEA的B2DS这样的一个场景的话 它可能就是湖蓝色的 所以呢这就是告诉我们 未来其实这个不可预测性是非常强的 如果我们按照不同的材料去进行分类的话 这张表格呢帮助我们列出来了它的增长率 那在这边我们是对比了2018年 然后到2020年 然后呢上面这张图呢是它的增长速度 而下面呢就是百万吨它的总体的一个增量 在这边尤其是呢像谷 然后呢尤其是像石墨烯这样的一些材料 然后在这个18年到50年的增长速度是非常大的 比如说这边呢还有铜 铜在这里 然后呢还有其他的像新这样的一些元素 它们其实的这个增长率并不是非常高的 但是呢如果你去看底下它的总体的总量 它的这个总量的增长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们也需要去思考到这些不同材料 它的储存的环境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在这边可能会有一些非常深入的讨论啊 就是呢不同类型的材料 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进行储备 来去满足不同这些场景的需求 然后呢以及某一种需求 给我们带来的某一些特定的挑战 所以这些不确定性呢都是我们需要去讨论到的 然后尤其是在我们去进行规划的时候 另外一个角度呢 我觉得大家可能也都比较了解啊 就是从地理的分布来说的一些变化 比如说呢在传统的技术 在左边我们也看到了 比如说像一些石化能源啊 然后呢还有一些电眼器啊等等 然后有很多的这个专家 其实呢都会把最多使用的 然后最多开采的国家列在这里 然后在这边呢如果是一些这种化石能源的话 你会看到大部分呢他们是来自于美国 然后呢因为呢我们也使用到一些不同的这个性能源的设备 然后呢考虑到一些不同的国家 然后我们也看到了不同的这个颜色 那比如说当你看到了谷 然后基本上呢是来自于刚果的 但是呢相对应呢主要的这个使用的这个国家 或者是加工的这个国家 其实是在中国进行主要加工的 所以在这边你也会看到 其实这些供应链的变化 然后呢以及外部压力的变化呢 也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变化 那这个呢就会变成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材料 它的这个处理跟加工呢是非常集中的 那我之后呢会给大家讲更多的一些相关细节 就像刚才所说的这些新型的这些技术啊 其实我们是按照十年一单位去进行分析的 那这也对我们未来到底需要什么 带来了一些巨大的挑战跟不确定性 但是除此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跟时间所相关的因素 这一部分呢就是和我们的研发所紧密相关的 那我们应该呢如何呢去进一步的落地 这些新的这些技术 另外一个从时间角度来说 我们必须要追踪并且进行规划 有两种方法 一种呢是把这种采决项目进行分解 比如说一些出机能源的供应 我们考虑到这种发现还有资源的估计 然后它的品级如何 然后前的可行性研究 和进行可行性研究的一个过程 同时呢要 我们最终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说是不是要进行开发 它需要很长的时间 全球的平均的时间 在35个采决项目当中 在右边呢 可以看到10年到2019年的情况 它的这个区间 大概是 需要这样的18年才能够从发现到采决 然后根据不同的这个材料的类型 可以看到澳大利亚的礼呢 时间比较短 然后对于涅的话 时间可能需要的更长 就是更多的复杂性 我们需要思考 就是说这些 钢物质怎么样才能够达到我们的需求 我们怎么样能够有这样的供应 来满足我们的需求 所以转移到我们下一个探讨的领域 就是关于材料的供应 以及可及性 我们现在一直问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会不会这些矿物质最后被踩着光了 我们有些时候会不会出现这种材料短缺的情况 那么我认为是有这样的可能 这个问题不是说是不是有物理上的限制 就是说满足这个需求 不仅仅是有限制 而是说我们如何快速的反应 然后以及在价格上如何反应 可能是在能源的技术方面 有一些实际的限制 可以看到供应链的一些波动性 有些时候要加强加大生产的量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一些材料的可及性 我们这个组所做的一些研究 然后看一下这些材料的可及性的问题 这不仅仅是说它用完了的问题 而是说怎么如何管理 我刚才说到了这个过程中有一些不确定性 然后如何用价格机制来进行传导 不仅仅是关于它的量够不够的问题 而是说有些时候它的量是太大或者太小 都会造成价格上的波动 在MIT的研究可以发现 这个材料的成本 实际上会对电池的价格产生影响 也就是说真正的一个材料的价格 是绿色的这条线 就是每千瓦时的每美元的成本 可以看到和电池组的价格 也是在逐渐的下降的 这和矿物质的成本有关 最下面的这个黑色的虚线是矿物质的成本 能够让我们了解到这些矿物质的一个风险 能够最终的影响到电池的原料 以及电池组的价格 所以并不是说它的稀缺性的问题 而是说市场的问题 还有它的功能的一些限制 比如说可替代性 还有是不是有其他可期待的能源 还有技术的重要性 接下来我还要说到经济上的限制 我会说到这种矿物质 我们想要采决的部分 它是不是和能源的技术紧密的相关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 有很多种不同的讨论这种 电池因素的方式 比如说有不同的政府或者不同的一些框架 以及不同的限制考量因素 这是他们所建立的这样的一个框架 可以看到的它的供应的风险 以及对于供应的限制的脆弱性 同时还有很多不同的一些量表 我们需要考量 其中呢 有一些现实方面的因素 并不是说仅仅是矿产物质比较的 矿产比较的成本高等的问题 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 还有其他我在这个幻灯片上列出的 其他的维度的考量 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到 它的能源的供应需求 以及电气化的进程 那么接下来我详细说一下 说到的能源技术方面 特别是和电池相关的材料 这张图表当中可以看到 X轴呢 是在一些国家的一个整体的分布 它的地理的分布 那么Y呢 它是它的一个储量 就是说从经济上能够采决多少 这样的储量 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 有更多的大宗商品的矿产 可以看到不同的颜色 有涅 美 土 还有新 可以看到呢 它整体的 在不同国家的浩劫的情况 就说明了不同市场的成熟度是不同的 随着时间推移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从经济上的 它的可采决的储量有多少 随着时间的变化 它的储量有所变化 它的集中度也有变化 所以是有两种能源非常敏感的一些情况 比如说骨是在电池当中经常使用的那种材料 从05年到2020年的情况 就这个繁和骨的情况 可以看到呢 从0到500的这样的一个 外轴以及它的浩劫的情况 在主要的储量的国家的一个采决情况 就是说它是不断在变化的 有很多的波动性 我们目前呢 在让它这个供应链更加的稳定 我们希望呢 可能会有价格上的很大的离散性 我们很多人的讨论股 股呢 是在这个方面非常重要的 它是可以看到 渐渐的股量下降了 然后它的集中度也更高 这个是已经出现了很多次的情况 在媒体当中有很多的报道 就是说股的一个储量和集中度 很多呢是在钢果所采决的 还有一些在中国发现的这个股的矿 所以他们在这个供应链当中 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可以看到图表当中 看到它的美国美元计的这个供应量 然后呢 对于股的一个供应链的分布 然后右边的是鲤 所以就可以看到呢 这个它的物流的一个走向 可以看到它的集中的矿产在什么地方 运了什么地方 可以看到它是非常具有波动性的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对于股来说 在其他的能源相关的基础 也就是说它有一些副产品 那副产品的意思呢 就是说一些 在采决某一种基础的时候 产生了其他的一些副产品 所以说在它这个 一些伴随的材料 采决过程中发湿声的一些 伴随材料 那么还有一些核心的一些材料 就是说 主要采决的一些材料 可以看到呢 在左边的图片当中 可以看到 采决骨的时候也会出现铜 然后左边的呢 这个出现了铜的时候 同时也会产生一些其他的矿产 也就是说 我们在采决镍的时候 可能也会采决一些骨 采决铜的时候呢 可能也会有些骨 也就是说明 如果说 有些东西只是 副产品的话 可能它并不够 而且增加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也就是说明 可以在X轴的 在这个副产品的 一个情况 它显示的情况就是说 根据它的供应 所产生的伴随风险是什么 以及采决出来的 其他副产品的比例是多少 以及它的 产生的经济价值是多少 右下角的这张图片 右下角的这个圈圈 可以看到是绿色的 是一些采决出来的副产品 是让我们非常需要注意的 然后可以看到它可能和太阳能 能源有相关 同时有一些镍 金等等这样的矿产 我们需要在评估这样的 供应的集中度的时候 需要考虑到这些副产品 同时也要考虑到在这个需求的增长方面 我们需要了解到时间 关注这个时间 有些时候我们并没有足够的时间 我们现在所展示的 比如说一些在能源科技方面的放产 比如说它历史的一个复合增长率 Kager以及在实施层面 需要的这个复合增长率 Kager 在2050年 可以看到呢 里的这个情况 它的 T100 TWH的话 它是需要 到2050年的话 它需要12%的复合增长率 我们现在呢 是在处于这种历史上的 复合增长率的边缘 在5方面呢 更需要担心的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 复合增长率之上 也就是说 在这方面的供应链 需要 接下来的5到10年 要加快它的采决 来达到它的需求 Saternier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 有不同的 类型 还有高纯净度的镍 还有这种 低纯度的镍 是在钢铁当中 钢当中要使用的 我们需要 看到呢 70%的镍 不能被用于电池的生产 我们需要进一步的 看到有一些扩张的项目 可能是在 电池增长方面并不相关 所以在这个方面 有很多的复杂性 我们需要在我们能力方面 快速的增长 而且要找到 正确类型的矿物进行采决 我来总结一下 这些供应链的一些挑战 之后再说一下 环境的影响 接下来会说一些细节 一些整体来说的一些挑战 在供应这些铃铜 以及骨方面的一些挑战 不仅仅要考虑到 这些采决的资源 以及下游的一个加工 我们也需要加强 下游加工的能力 比如说我们遇下的挑战 比如说 我们要更好的研究 都来替代这些铜 根据它的一个性质 或者根据它的品级进行替换 还有一些其他 我们需要考虑到问题 说到链的话 刚才说到这个挑战呢 就是 它我们采决的链 并不能满足 我们在电池方面的需求 也就是说它的品级不够 链方面 有一些下游的情况 比如说它的化学物质的生产方面 一些挑战 比如说的 这样的 这样的 链电池的一些 前区的前体物质 我们有这样的不足 所以我在这点说的这个点 就是说 我们并不是只面临一个挑战 我们 需要考虑到 有什么解决的方案 另外一点 我说到了 初级能源的供应 之后我们也会讨论到 我们说到的满足需求 我们经常讨论的问题 就是说 初级能源的供应 所以我们要问的问题呢 是如何进行回收 如何使用这种 次级的 材料来满足这样的 挑战和需求 我们认为呢 在近期的这个挑战 就是说 我们要 两方面都思考 一个是 轻型和重型的便车 根据不同的时间 和不同的类型的 交通工具 它的涌起情况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也是按照不同的 类型 对它去进行了区分 所以如果当我们把呢 这两个 放在同一个尺度表上 你会发现 到了2024年 2025年之后 你就会发现 其实不管是 轻型跟重型 我们都难以满足 这样的需求 所以当我们去考虑到 这些不同的材料的时候 我们需要去考虑到 这种次级的需求 以及次级的这些利用 我们应该如何利用 其它们来去满足 这些短期的目标 然后另外呢 就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是 它是不是也会影响到 一个整体的排放 如果我们用到了 这样的一些 不同的材料的话 比如说在采决的过程中 比如说在原始材料 到材料加工中 我们应该怎样做 才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 在这边 我们也需要呢 去思考一下 到底有哪些影响因素 哪些因素呢 是我们可以加入到 这个计算中去的 那哪一些呢 可以帮助我们去平衡 这样的计算 因为在很多的IPCC的对话中 我们也都有过 这样的一些讨论 就是有一些的这些技术啊 我们不仅仅的 要去考虑到这个需求侧 那在去进行 援助讨论的时候 我想我们之后呢 也可以呢 去多去探讨一下 就是本身 有一些采决的行业 它可能呢 就是一个碳浓度非常高的 这个行业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在原材料的采集 以及在加工的过程中 是不是也会 去产生过度的碳排放呢 这也是我们之后 可以去进行讨论的 还有呢 就是我们可能呢 会需要一些更多的 其他的这个材料 然后呢 就可以来满足 我们的整体的能源的 转型 然后呢 这个也有可能 在这个过程中 会去设计到一些更高的 温室气体的排放 在这张化妆片的上面啊 你会看到呢 一些二氧化碳的排发当量 这些都是不同的一些 金属材料 那他们在整个这个采决的过程中 在整个这个挖掘的过程中 都采产的二氧化碳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 其实有一些过程 以及加工的这个过程 还是比较高的 比如说在这里面 那大部分我们现在的 一些采取的方式呢 那它可以给我们带来的 都是这个大概于 五到十克左右的 二氧化碳当量 那还会有一些 其他的这个技术啊 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 它其实呢 是给我们带来一些 更好的这个结果效果的 那如果说呢 我们使用到的一些技术 比如说一些其他类型的 这个技术 比如说像在锂 这边的这个技术 然后也是有两种 这两种其实呢 都会有这个带来 不同的一些影响 所以我们需要呢 去考虑到这一过程 就是呢 这些金属的加工的过程 但是呢 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去 考虑到啊 很有可能啊 这个品级也会下降 一个例子 像在智力的 这个铜矿的品级 这个影响 那你会发现 如果我们去对比一下 这个05年到19年 智力的铜矿的品级的话 它的品级其实是有下降的 所以我们要考虑到 搜的这些因素 然后去采取不同的策略 当然了 我们不仅仅的是说 跟碳基因相关啊 然后还会有一些 其他的这个环境的影响 比如说土地的使用啊 比如说这个水池源的浪费啊 等等 这张图呢 是来自于IEA的 那他告诉呢 我们呢 就是在铜矿和铃矿 所处在的这个重点区域 所出现的一些水池源的 浪费的情况 所以在这些区域呢 我们都出现了 比较高的水池源的压力 比起在某一些特定的地区 这些水的自然的这些情况 以及水的自然供给的情况 它还是比较会有挑战的 所以呢 水的浪费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里面我们也看到了 这有可能呢 对于这些不同的金属 原况的这个产生呢 也会带来一些环境影响 所以我在这边呢 用一些不同的这个图片 用一些不同的表格 然后以及不同的一些角度啊 然后呢 让大家呢 能够了解 目前材料行业中 所面临的一些挑战跟空间 那在这边呢 我所列出来的一些 很多的这个信息啊 那都是指向了一个方向 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些 循环跟回收的技术 那它其实都没有办法 满足我们的需求 而且呢 很有可能呢 它会给我们的需求 会带来一些 快速的这个反应 而且 现在呢 我们有一些不同的市场 而这些影响呢 是极客的影响 所以我们应该如何呢 去更好的去利用好 这些不同的金属材料 那也是我们在未来 需要去应对的一个挑战 那接下来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最后的一些想法 这边呢 是我的一些总结 首先呢 就是这些材料的需求 会持续的增长 以满足我们的低碳化的需求 但是呢 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材料 所看到的一些挑战啊 其实呢 都看到了挑战 并不是单一的个例 那首先呢 就是我们所说物理上的 这种稀缺性呢 是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首先那可能不是一个 太大的问题 而实际上 我们所说的时间上的需求 和它所产生的一些背景的问题 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去担心的 比如说呢 我们目前呢 很难以呢 去规划任何的特定的转型 还有呢 就是那我们对于这个 很多的环境的这个 就材料的这个开采 其实是呢 是受限于我们目前 那些技术的采集 以及采用的速度的 那还有就是 我们刚才跟人家所分享的 他所带来的一些社会的影响 然后呢 以及环境的一些影响 那最后呢 就是材料的 它的这个效能啊 其实会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我们呢 也可以希望通过解决这些问题 更好的去利用到这些材料 那好 非常感谢 那我们现在有请到 其他的圆桌讨论组成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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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